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萧元君 首先请来关心今天的头条 史上第一次州长颁布行政令 加州将强制节水25% 加州连续第四年干旱 州府每年4月1号进行积雪凉度 预测未来一年全州水库存水量 今年整体平均积雪只有正常积雪量的5% 因为缺水越来越严重 州长布朗一号颁布行政命令 执行加州史上第一次强制性节约用水 规定全加州居民及工商业节水25% 为制裁海外海客 欧巴马总统签署行政令 强硬对抗经济间谍 美国准备要封杀其签证 欧巴马总统一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以对海外海客展开新的制裁计划 这项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行政命令 将授权财政部长在与国务卿和司法部长磋商下 指明被查获从事恶意活动的外国个人或机构 但任何案件必须有证据支持 并可接受法院挑战 而签证禁令也可能作为制裁措施 湾区82万人活在贫穷线下 贫富差距极大 矽谷联合企业周三公布的报告显示 虽然湾区经济蓬勃发展领先全美 但是湾区九线的贫穷率也处历史新高 生活于贫穷线下的人口超过80万 湾区经济主要动力来自科技业 很多人却没有科技技能 就难以从这波经济热得到好处 另一方面科技蓬勃发展 却又将湾区房价和租金大大推高 使与科技业无关者的负担大增 237公路整形 进出快速车道的破口将往前移 使Milpitas式驾驶可以剩下一里路 237与880公路单人收费快速车道 三年多前开通 虽有助疏解东湾到南湾的交通 但因整个Milpitas式正好处于收费道路正中间 并位于密室设计快速车道进出破口 以至快速到完全跳过密室 几经协调交通局计划将原先在第一阶的破口 提前至靠近Zenker交流道附近 降低对交通的冲击 复活节剪彩蛋欢乐园游会 今年复活节前的周六3月28号 于Cupertino纪念公园 由基督五家举办亲子欢乐日 吸引社区数百家庭参与 园游会现场设有许多趣味活动 除不偶聚表演 弹跳舞 更有爱加倍健康亲子摊位 有孩子示范刷牙方式 医师现场教导 剪彩蛋更是孩子最爱 乐趣无穷 增添家庭同乐时光 以上新闻由世界日报提供 感谢您的收看